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打造 在每周日下午2点钟播出的留言终结者 近期中文社区开始关注从7月1号开始生效的一系列加州新法 许多相关文章以加州永久封存犯罪记录作为标题 不出所料 评论区里面是再次导向指责加州鼓励犯罪的说法 经过核查 7月1号开始生效的加州SB371法案 的确可以封存符合条件部分轻罪者犯罪记录 即除了被判定犯有严重或暴行重罪的人除外 但是达到申请标准需要犯人已经完成全部监禁 缓刑 强制监管 释放后的社区监管和驾驶条款 且在四年间期间没有因为新的重罪而被定罪 由于美国大规模监禁是历史一流问题 拥有犯罪记录的人数十分庞大 此举是为了帮助轻罪者在服刑后能够快速融回正常生活 在进入社会 SB731法案被签署时曾经在中文社区引起过轰动 它实际上不会消除某些人的犯罪记录 但是能够让部分符合条件的有前科的人以电子方式封存记录 不让公众看到 被判定犯有严重或暴行重罪 比如说谋杀绑架强奸或任何需要登记为性犯罪者的罪行都不具资格 简单来说就是只有在完成了法庭判决所有条款 包括任何监狱或者是缓刑时间 且没有受到司法系统影响才有具备封存犯罪记录的资格 参议员马杜拉索认为 许多加州人在被监禁期间参加心理咨询上课 为重返社会做好准备 但是这些人在获释之后 许多人却因为犯罪记录而面临着重新建立生活的障碍 比如说在寻找工作和租房方面都会受到区别对待 目前大多数州的法律允许以某种方式犯罪记录将其清除 但是大部分人都因为清除要花费的成本过程很复杂 而选择不这么做 那密歇根大学在2019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 90%以上符合条件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申请 SB731的通过希望能够改变这种 因为资源不同而导致的不公平 根据估计全面有7000万到1亿犯罪记录 那这些犯罪记录都会在背景调查和谷歌搜索中出现 有犯罪记录的求职者获得回电工作机会 可能是只有无犯罪记录的求职者的一半 中国外长秦刚自从6月25号公开会见 俄罗斯越南斯里兰卡外交官之后便公开消失在工作面前 至今已经有超过三周的时间了 失踪传言四起 包括确诊新冠出轨间谍女主播卷住内斗等 近日更是传出秦刚已经遭到中国外交部官网除名的消息 台湾New Talk新闻网自由时报7月17号报道此事 并附上中国外交部的官网截图 指出主要官员栏目不见到秦刚的肖像链接 还有介绍内容 亚洲事实核查实验室在北京时间的17号晚上 检视中国外交部的官网 发现外交部部长兰仍有秦刚照片与资讯 实际上部长是设置由专业介绍 应该为外交部网站设置惯例 因此媒体上传的秦刚遭到中国外交部官网除名是错误的信息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主要的官员而是外长 绝大多数都是转载了自由时报报道 不过目前自由时报也移除了这一篇报道内容 对于秦刚的缺席多个重要的外交场合 中国外交部表示说这是因为身体原因 但是根据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7号在记者会上被外媒追问秦刚情况是说 没有可提供的信息 而被问到秦刚是否为外长的时候 毛宁则说请你查询外交部网站 但是有关于秦刚的一系列回答 都没有例如到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的例行记者会的文字记录上 最近一段时间 零元购的话题被屡屡提起 本月早些时候 Luna Le Mans的两位员工 因为制止店内的爬手行窃行为而被公司解雇 曾经引发巨大争议 CEO表示只是商品而已 团队和客人的安全才是首位的 类似于SB553号的提案 Luna Le Mans的做法也被解纳为纵容盗窃 近期有关于加州的提案的相关内容 经过审查后发现 提案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防范工作场所的暴力 特别是针对于各类雇员在职场中面临的这个暴力威胁等行为 而与零元购的这个情况呢 可实际上呢只有两条啊 总共呢是有几十个字并不是重点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SB553提案中有两个内容 可能是大家所说和零元购相关 一条的内文如下 政府呢政策禁止雇主 保留要求非专职安全人员的雇员 对抗活跃枪手或可疑的商店扒手的政策 第二条呢则是 所有在设施单元或服务操作当中的工作员工 应该受到以下所有培训 如果员工在零售行业工作 如何准备和应对入店的行切 可见法案呢是保障加州劳动者在职场的安全 和零元购实际是没有关系的 而背景信息显示 工作场所暴力凶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激增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年全国工作场所 因为凶杀事件致死人数增加20%以上 达到481人 2021年加州工作场所发生的凶杀事件 导致57人死亡 其中42人是被蓄意枪击的 2020年有超3.7万起工作场所发生的非致命的暴力 比如说像强奸性侵等等 提案的目的是在原有的职业安全法案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保护工人免受工作场所的暴力侵害 不过提案受到共和党参议院和加州零售商协会的反对 他们认为法案对小企业主构成威胁 且对所有行业进行规范显得过于笼统了 尽管提案当中有两个条文和零售业盗窃相关 但是主要目标是确保未经训练员工 不要承担阻止盗窃的责任 而是由受过训练的专业安保人员前往应对 保障员工安全 目前提案仍然在面临修改和审议 加州众议院劳工和就业部将会对他进行听证 6月23号俄罗斯雇佣机集团瓦格纳军队的创始人普里格金 在他的带乱之下发动了叛乱震惊世界 中美网络随后有说法说 这是美国总统乔拜登给瓦格纳集团62亿美元 还是说是CIA让瓦格纳叛逼普京 但是被普里格金坑了一道 那么有关消息是都有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截图 和伊斯玛斯克里则推文 经过核查发现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警称 美国五角大楼6月20号表示 由于记账错误 其对乌克兰援助的弹药导弹和其他设备 价值高估了62亿美元 根本没有提及瓦格纳和普里格金 而所谓马斯克质疑美国向乌克兰神秘汇款62万元 62亿元的这个推文是来自于一个仿冒账号 但是谣言频出 微博微信群等中文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说法说 美国总统乔拜登给普里格金62亿美元 让其叛变 结果被他坑了 那么还有写到说 洛杉矶时报厨子真拿了拜登62亿都浪费了 另外一说法是美国媒体证实的 瓦格纳搞了这次所谓的兵变 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拿了62亿美金 普京和普里格金一起演轻松撞了62亿 那么这些说法都带有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截图 截图标题带有62亿美元的相关关键词和普里格金的配图 但实际上牛头不对马嘴 此外的说法还搬来 疑似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推文说 现在美国最火的梗就是老美62亿美元的账目对不上 瓦格纳骗了中央情报局62亿美元跑路了 马斯克都转发了 那么洛杉矶时报的标题在谷歌当中检索可以发现 一篇发自于2023年6月21号的报道 标题为五角大楼的会计差错意味着 乌克兰将多获62亿美元的援助 报道并非是洛杉矶时报原创 而是转载自美联社 报道称美国五角大楼6月20号表示 由于记照错误 其对乌克兰援助弹药导弹和其他设备价值高估了62亿美元 那至于所谓的马斯克推文 根本据这个报道截图的推特账号来检索 可以发现这是马斯克的一个仿冒账号 根本不是马斯克的本人 六位出佛罗里达州在加州政府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将两批无证难民送往了Sacramento加州首府 加州政府说这个无证移民被骗了 正在调查佛罗里达州的行为是不是属于绑架 由于调查需要被运送无证移民配合调查 一些人权团体呼吁要给这些人申请签证 于是近日就有中原社交媒体的网站说 这批无证移民有福气了 马上就能够拿到准绿卡了 微信文章取材自洛杉矶时报 但忽略了非常多的重要细节 比如说LA Times文章清晰阐述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和总舰长邦塔认为 两批移民是被骗上飞机的原因 比如说有一命说他们被承诺 有人会帮助他们找工作 也有那名说招募他们的人说 如果你同意去洛杉矶的话 你寻求庇护的移民法庭日期就会提前 还有些移民的签署了同意书 但不一定真的清楚上面写了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懂所谓的英语 微信文中说 一名兴高采烈的搭乘飞机 与他们被哄上骗的飞机 实际上事实并不冲突 加州总警察长办公室正在 对围绕运输的情况进行调查 如果发现策划这次旅行的人 误导了难民或者是违反了禁止绑架的法律 将会评估潜在的形势或者是民事诉讼 数十人各人权团体呼吁加州司法部介入 加州农村法律援助基金会 要求帮塔被配合调查的难民提供证明 让他们有资格能够申请签证 国会在2000年的10月通过了 人口贩运和暴力受害者保护法 设立了所谓优类非移民签证 加强执法机构调查和起诉家庭暴力 性侵犯贩卖非公民和其他犯罪案件的能力 同时也受到那些因为犯罪而遭受到强大精神或身体虐待 并且愿意帮助执法当局调查或起诉犯罪活动的犯罪受害者 每年优类签证明额只有一万个 截止到2021年积压了27万份的申请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排期 这些人可能要等个27年 好了那以上是今天留言终结者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订阅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 我是主播丽娅 每周日下午2点钟留言终结者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